受风箱理想路早期是农业道路 随着时代变迁 居住人口增长 还有门诺医院受风分院看着人数增加 来往的车辆频繁 为了让用路人可以安全行驶 最近也邀请了县政府建设处 还有门诺医院受风分院 分别进行了实地的会刊 要解决交通瓶颈 环境变迁时代演进 受风箱的理想路早期 是该地区农民主要道路 而随着周边环境的开发 当地观光流产业蓬勃发展 车流量与日俱增 现况道路交通环境早已不堪负荷 近日县议员徐雪玉就邀及了 门诺医院受风分院 及县府建设处图木科 了解该条道路上的桥梁 拓宽急迫性与可行性 那其实现在的车流量相当多 我们包括了有门诺分院 然后还有我们安东社区 以及我们的理想跟立川 移场这些出入的车子非常多 那包括现在的公车呢 行驶到我们的门诺分院来救 救诊的一些长辈们 那因为这个这条桥呢 非常的死角 那我们建议县府是不是能够把它 透宽为有一点幅度来 让我们的不管是大货车 还是大客车 以及我们这个跟轿车相挫的时候呢 能够安全一点 据门诺医院受封分院公关市秘书表示 每日平均都有8车次的客运 会行驶该条道路 救援民众使用率也不低 尤其桥梁的转弯处规划 早已复复使用 近几年以理想路为主的区域 标速发展 设立了门诺受封分院 东安社区理想度假村 立川渔厂多个大型企业 以现有道路的规模 早已不足以应付现况区域的发展及需求 先议员许雪玉就期盼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不要让交通问题成为了阻断地方发展的绊脚石 记者林杰 瘦峰香 采访报道